好,各位同事,那么我们本节课来看一下Map它的真正的一个打开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好,那么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面我们比较推荐Map和我们上上节课所学的 应该是上上上节课所学习的Lamper的表达式结合在一起使用 好,那么这个Map如何结合Lamper的表达式来使用呢 我们想想Lamper的表达式它是什么 它是匿名函数,对不对 它本质上面还是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Lamper的来替换我们额外定义的这样的一个Squire函数 我们直接可以把Squire函数的定义写在Map里面 好,我们把这个模块再复制一下 我们把这段代码给保留 好,c3.p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改写这个Squire 用Lamper的来表示 好,定义一个Lamper的 首先我们有Lamper的这样的一个环件字 然后是一个输入参数 我们指我们的对照这个写 Squire输入一个X,对不对 我们这里也输入一个X 然后接着X乘以X 好,就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Lamper的表达式 来替换这个Squire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Squire函数给干掉了 好,然后我们再看这运行的结果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c3.p吧 好,一样的 它也可以成功的打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代码变得非常的简洁了 实际上来说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样的一个球序列下面 每一个元素平方合的问题 平方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几行代码 看一下 print这个不算 好,我们其实只需要两行代码就搞定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那么更大一个意义的层面上面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比较熟悉MIF 其实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比我们用这样的一个for循环的表达方式 要更加的易懂一些 可阅读性是要更强一些的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知道MIF这个的作用 如果说你不知道MIF是什么的话 可能这段代码确实是看不懂 但是一旦我们熟悉了之后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绝对比for循环要精简和优美很多 可读性也会更好一些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几个就用number的表达式 来代替了我们之前所自己定义的 这样的一个square函数 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在用一个函数式编程的思维 在解决问题 好,上面是给大家举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这个简单的原因在于 我们的函数的输入参数只有一个 那么现在我们考虑一下 假如说我们输入的参数 有两个甚至是三个 如何来解决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我的number的表达式 需要接收两个参数s和y 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表达式 第一是s乘以x 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参数y 好,现在我们改写了之后 我们再printr再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这里报错 它提示我们缺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参数y 提示缺少参数y 那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传入参数y回端 我们再定义一组 这样的一个listy 作为y的参数的一个实际的取值 我们还是随意的给它8个数字 好,现在的问题来了 如何把y给它传到我们的map里面去 好,我们还是挺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map的说明 map的第二个参数 大家看见没有 这里有个信号对不对 信号我们学过没有 学过了 可变参数 所以说到后面我们还可以 再继续的往后面再传入一个序列 作为y的取值 好,然后我们现在 再运行看一下结果 好,没有问题 它可以正确的得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不对 首先是1的平方是1 然后加上1是2 然后我们再看2的平方4加2等于6 3等平方9加3等于12 没有问题 确实是按照我们的 这个number的表达数的定义 在做这样的一个迭代 好,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map里面是可以传入多个 这样的一个列表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 例子的x和例子的y 它们列表里面的元素的个数 是相等的对不对 好,我现在让y 它的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的个数 和x是不相同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我们会发现 它并不会报错就对了 但是少了几个元素 少了78 这两个元素的计算结果 它只有1,2,3,4,5,6 只有6个 好,那么如果是x少了 x如果少了两个 再看一下 一样的 好,那么从以上的示例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number的表达是 这里面传入了两个参数 那么后面你就必须要传入两个列表 也就是说后面的 这样的一个列表的传入个数 必须和number的表达是的参数列表 个数是相同的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注意的是 最终我们通过Map 计算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列表 它的中间的元素个数 取决于这两个集合里面 较小的一个集合的长度 比如说我们ListY这里只设计了6个 所以说number的xy 它计算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不会是x的8个 而是只有6个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Map 我们就先暂时介绍到这里 最后我要说一点的就是 number的表达式也好 还是Map也好 它并不能提升你的这样的一个 代码的运行上的一个效率 它只能让你的代码变得更加简洁 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